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面里神煞 很多人在批八字的时候 总是会聊到神煞 然而神煞并不是八字主要批论的依据 你就算把神煞全部学会 也只不过占八字的三成左右 也就是说连一半的准度都没有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就完全不看神煞 因为八字他就是以出生年月日时为基准 下去看你这个八字 所产生的吉凶 所以最基本的八字都不会看了 你还跑去看说你有什么天以贵人 请问这些东西有用吗 答案是没有什么屁用 因为八字要知道的是 何时发生什么事 请问你有天以贵人 他能发生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叫批八字吗 所以各位把八字回归到八字的本体 就是看他的五行流通 其他的都不用管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忙吃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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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